歡迎大家回來收看比賽 那目前是我們的第一場比賽 是由NICE要來對上HES 剛剛不知道 會分析人的戰鬥力觀眾有沒有聽到 所以我們要再來分析一下戰鬥力嗎 要不要再講一次 因為有可能會聽到 我這幾天查了一下 每個選手 就是各個選手的戰鬥力 那我們現在畫面上這兩位選手 HES和NICE 分別HES的戰鬥力 目前排名是世界第55名 然後NICE的排名跟HES也很接近 他的排名是世界第62名 所以兩個人實力應該是在伯仲之間 然後NICE NICE在打人類的表現是比HES突出的 NICE打人類是排名在世界前50 前50 前50 前50是包含了蟲族、神族、人類 三族 打人類的實力他是排行前50名 大概49名 主演查的時候好像49名 那HES的話打人類比較弱 但是HES在打神族跟打蟲族的方面 就表現比NICE還好 比較穩定一點 對 所以他們打這場是內戰嘛 所以以戰鬥力來說的話 HES的勝算應該是稍微高一點 沒錯 其實一直以來HES的PVP 都算是他的拿手絕活 對他的PVP對方其實一直以來 表現都非常不錯 那NICE呢 就相對來說我覺得比較不穩一點 那他近期大家都知道他的PVP實力是有目共睹的 他其實最近比賽打得還不錯 那他目前一個比較可惜就打Holycan 最後打到好像是1比2還是2比3 對 他主要他其實就算打Holycan在場也是應該贏的嘛 因為大陸有跟比賽的話就會知道 他其實就只是太像贏了 那個Holycan在 Holycan在訪問的時候就有說到 他在看NICE比賽的時候發現他有一個弱點 就是他快要贏比賽的時候會有點扯出氣 對 所以他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在那個比賽的時候 他雖然說有兩場一路都處於烈勢 但是他就是靠防守 對 等著那個NICE比賽 因為NICE會 就那幾場比賽因為 NICE快贏了嘛 然後就打的確實是跟Holycan說的一樣 就比較急躁 很想贏 所以他就是在那邊防守 靠那個NICE的失誤 後來就逆 沒錯 那蠻可惜的 因為NICE贏的話就直接進那個 那個分組 他是分組賽嘛 贏的話就進那個 8強的還是16強 16強吧 對啊 所以那蠻可惜的 都已經打到最後一戰了 都已經打到那個分組賽的最後 最後一個名人 冠牙決賽 就 好 我們現在回到比賽喔 目前黑石是開樂礦以後 加了1BS在屯鳳凰 那剛剛其實第一時間 NICE他飄 換箱去看 好像有看到對方的礦 也有看到對方的鳳凰 這邊吃掉對方的教室 這邊要一波壓制喔 那這邊看一下黑石喔 黑石在家裡放下一個VR 通之間鳳凰持續補一個電池 那這邊NICE前面水晶已經有齁 這邊HES取消自己的惡礦喔 直接上班補了三個電池 那這邊NICE要開始進攻 喔 這樣子的話NICE很賺欸 對 因為NICE他是出門的時候 家裡放下惡礦 那這邊代表說黑石的惡礦 又自己取消了 那有一段時間的話可能 黑石是沒辦法開礦的 這個NICE在前陣子的打法 我就有看過他用LACE 這壓過去主要就是壓你惡礦 你不惡礦沒開沒關係 我已經開惡礦了 他這個甚至他不上去都沒關係 因為他你知道對方沒開惡礦 肯定是有礦 他上去的話要冒著被那個 被哨兵得的風險 所以你看像這樣做一隻幻象 去開個視野就好 對 那對方又有出鳳凰 他如果說被隔 又被鳳凰抬的話 其實會有問題 可是目前我剛剛看一下 NICE其實送了蠻多兵的欸 不是 你送很多嗎 他送了兩錐一錶 你說下面那個船門 那個水晶那邊嗎 對啊 對啊 被鳳凰 有兩隻追雷在那邊傳 然後被鳳凰吃掉嘛 然後剛剛一個立場 自己的燒兵也死了 對 不過自己的惡礦開啦 但是現在因為那個 這個 這個追雷畢竟是沒閃現的 那個 這個惡礦目前是沒農 所以也抬不到東西 殺這個局勢還是 我還是覺得NICE稍優一點 我剛剛看一下 我講這種多兵 基本兵對不對 遇到那個鳳凰開是有優勢 對 因為你對方的惡礦是 基本上手不太住 沒錯 然後自己的惡礦就開起來 你看他殺鳳凰也讓不太到 好 你只要把那個追雷都放空去 他才不知道什麼 沒錯 好 這邊我剛剛看了一下 這邊HES放下了一個 要創造可 創造奇蹟的單位喔 感覺上是要放烈光球了 VV真的尷尬 我們今天做一個冷靜 好 不過這一同一時間呢 NICE的偵察其實非常仔細喔 他又飄了一隻彩幻巷進來 看到對方的VV 那他可能心理就有敵了 那他可能心理就有敵了 應該是知道了 應該是知道了 對 風球 媽 欸 好就像 就像 這波鴨子很兇喔 這波鴨子的話 NICE的部隊是比較多 但是HES的部隊是質量比較高的 要看一下NICE有沒有發現 NICE現在一個幻象出來 發現鳳凰在中間 這個直接打的是NICE會贏喔 如果是單純殺的兵力的話 但是 噢幻象關鍵看到了看到了 但是 磕電池而已 呃 我還是覺得這邊互打 NICE會贏 對 就是他有立場 欸 冷靜 哎呀 直接跳臉 這會不會太兇的點啊 哇這太兇了吧 點掉追劣 追劣要不要控一下 哇 我覺得那剛剛太衝動了 對 我覺得他剛剛 我覺得他剛剛 冷靜 把他點掉以後用閃追操作就贏了 一定贏了 他 他點掉在這不朽的話 基本上是一定能守 但是剛剛那個跳上去 其實自己的損失也是蠻大的 對 這好像還是打對了 那殺了公兵 你看公兵領先 沒關係還是優勢啊 呃 現在我就不好說了 因為剛剛是拿他的優勢兵力去換人家的 一隻不朽者 對 加上一隻冷靜 還有一點點的兵 我覺得 我覺得沒賺 就是剛剛那個 那個對戰打完以後 我覺得 NICE這邊是沒有賺的 看殺 殺差別在 NICE有閃追 可以 可以拖時間 然後讓自己開出三框 但是對方有科技優勢 有烈光球 有巨像 嗯 所以這個殺這個地方 我覺得 NICE並不是說很有優勢 對 我覺得差不多 不過剛剛NICE有一個很大的失誤 他剛剛其實爆錢爆到一千五 因為剛剛畢竟壓力很大 對 你看家裡一口氣補了一二三四五 五個兵營 同時有身體術狂 先去鳳凰 這邊就是一邊有科技優勢 然後一邊經濟比較好 好 你看開三框 這個是很好的做法 就是因為他現在有閃追 在對方臉上 那對方有閃追的情況下 他應該是不太會 硬推 因為硬推的話會被換夾 所以那個 NICE這邊是會有點忌憚的 那這個時候就很適合 NICE在這時候開 這個鳳凰 沒想到 NICE先現身 我剛剛以為他是要再多囤幾隻 騙對方 雙B也死 去點掉對方的 殘血的鳳凰 這應該是做來要的 針對烈光球了吧 你說鳳凰 對 還想走啊 還想走啊 欸 竟然他活了 好 這邊雙B也死在暴風凰 從前自己的三框開起來了 那這邊 這一波冰感覺上要來再壓一波了 不過這一波 這一波感覺上打不太贏吧 他有兩隻巨像嘛 所以 質量上來說應該是 HES這邊稍 稍強一點 稍強一點 嗯 我覺得HES的冰種族的再好一些些 點巨像 哇 閃過去直接點巨像 這個再起來 漂亮 硬點臨近 不行不行不行 好像爆炸了 欸 烈光球 他烈光球射過了沒 射過了射過了 射過了射過了 被點掉了 好兇 炒掉了那個 HES知道少人金用 他沒辦法接兵 耐手三光 他沒三光 所以他放棄了 剛剛那個烈光球射出來的時候 被抬了 被抬了 所以沒有被炸到 嗯 是被抬了吧 就是他炸出來的時候 然後鳳凰把他 把他抬起來 然後就沒有射出來了 這場其實 NICE打得非常果斷 我還有去查瑞蛇戰鬥力 這次戰鬥是怎樣 他目前排名是世界第111C 那你有去查你的戰鬥力嗎 那個不可靠 因為我 他比賽打太少他不會計算 喔 我最近的一次比賽是2019年5月 跟SAN打 但是SAN也沒什麼在比賽 所以我們兩個戰鬥基本上是不算 有點 有點算 他有登記但是 不會算在EOO裡面 因為我們兩個戰鬥力都不可靠 對 就像我今天打比賽一直跟你打 我們戰鬥力還是 還是一樣 他要多打一些目前線上的拳 才有用 才有用 好 我們來到第二場比賽 地圖是毒血素蟲 那目前NICE是1比0戰時領先 那跟大家報一下點位 在地圖的右下方 是紅色的深處選手 KZ的NICE 好 在地圖的左上方 這是藍色的深處選手 來自J Team的HES 在第一場比賽呢 由NICE拔了頭籌 那因為我們在 一開始的8強呢 是BO3 雙敗塔在賽喔 所以第一場是BO3 那目前NICE已經聽牌了 這四個人 勝負關係 最近不是很夯嗎 蛤 什麼很夯 最近不是很夯嗎 要預設 這個 這個 我自己認為啦 因為 HES跟NICE的PVP 真的很難講 只看的話 我就覺得HES會進到 四強 然後 下面應該是炭基吧 你說HES會贏 他們不是還有那個嗎 輸的還是跟輸的 贏的跟省一的嗎 就 敗布啊 嗯 所以我 我自己預測是 HES跟 HES跟 HES跟炭基打勝負啊 然後NICE跟GOLD就下去打敗負啊 喔 這個水晶塔 HES這個水晶塔 他要幹什麼 他要爲什麼 爲必要 這是不是要野V啊 這個位置要野應該是野VS 野VS 喔 真的耶 這樣又比較近嗎 蛤 蛤 我的意思說 他這樣放在這邊不是很容易被看到嗎 蛤 會看到 蛤 這邊你 你農民回來一定會經過啊 哎呀 你已經運氣了嗎 想靠賽嗎對不對 我跟你講 你如果是單純往右 家裡按對不對 他會走上面那邊 不會走下面 嗯 所以剛剛那個 那個 NICE是特別那樣子 雙方都野起來了喔 NICE也在上面喔 也是VS 也是EVS 不過這邊有差別喔 因為NICE看到了 所以呢 他家裡先放個電池桌預備了 那 HES則是不知道 只是放了VC喔 這邊直接Recall 把自己的教室傳回來 把自己的教室傳回來 然後HES剛剛取消他的VS 探機是C一樣對不對 對 然後他對手是GoGo就贏 好這邊 第一次先出來了 直接穿礦區 空區 空區沒有任何東西 而且兩隻教室還進來 喔 我的天 揮爆了 揮爆了 我覺得 他已經把損失 縮小欸 你看這14樓 然後 先知也被暴露了 我覺得守得算 蠻好的 我覺得剛剛EY是左邊 這邊現在有一個電池 我覺得 那個 以剛剛那種被進去 好像要出大師的情況下來說 已經算是 障礙很小 這邊還是要反壓囉 自己的閃爭快好了 這邊兩隻先出去 欸 一隻而已 欸 兩隻兩隻 喔 這邊HES剛剛趕出來喔 真兇 來了 這個 靜置立場 好 先知道要進去喔 先知道要進去喔 家裡只有一個電池 開殺 哇 五隻 六隻 七隻 八隻 哇 八隻 要把二雙取消就好 欸搞不好能守欸 這弓兵多拉的底子好像可以守喔 哇有閃線 這就不好說了 他已經你知道嗎 頭洗一半了 他不知道有閃線 他追上去 就發現有閃箭 他很尷尬 他如果回來的話等於什麼都換不到了 對 對 哇 還是虧了一點 呃 二礦有守住啦 而且那個 有一隻不休者 我覺得NICE這邊目前是還蠻優勢的 他要守住這個二礦是有 蠻有機會的喔 因為有那隻不休者在 他第二隻不休應該快出來 對 所以這把我覺得HES 像 兩隻不休 對 搭配刷出來的兵 先知 穩穩的 哇 不休爸爸打人這隻痛 超級痛的 好這邊 上斜坡 哎呀可惜 剛剛那個他差一點點就有陰影了 這個如果吸到 就網了 哎 右板回跳 硬點 差一下 哎呀 又差一點 又差一點 出不太去 欸 不能太衝動 因為對方畢竟是有神奇人 那第三隻不休 快出來了 好他現在是直接往 壓到水營這邊 欸可是這好像打不太贏 好他這邊先知 主動去打 對方狂安士 好黑石的那個椎裂也好了 但是他椎裂也沒空到 黑石這邊好像有點空不來 拉 拉回來了 完了完了 NICE這邊兵肯要死光 哇 NICE的椎裂 那個不休者家裡睡覺啊 不休者 救命 哎呀 回來回來 沒事沒事 那關鍵就是這個二框 對 因為你看黑石也是沒有 沒有補兵的 沒有補農民的 就是要把二框打下來 就是要把二框打下來 我是覺得黑石輸了 我是覺得黑石輸了 對手是NICE的話 我是覺得他 他這把應該 第二隻不休的出來 應該是 應該是 應該是要輸了 這個兵太多 他是他如果說想要跳過去硬點不休 他的代價太大了 他是他把兩個不休的護盾開起來 好 這樣一點 哇 給他一次 但是自己也快死光了 這邊黑石撐著講 超痛 兵一日死三追 自己是沒二框的 第一 又來一隻不休者 非常令人絕望 黑石這邊只能開二框 然後走 這邊黑石連烈光球都不能出 這剛好 金字地場 定到了一隻工兵跟一隻追獵 這邊 NICE部隊出來打水晶塔 從前家裡的二框已經開始運營了 NICE現在的優勢是非常大的 非常大 這邊是直接退 沒有要給黑石機會 那黑石這邊應該會選擇換家 但是 換家也換不贏 畢竟火力差太多 對方是我不休者 這邊要直接換家 啊 家裡剛好一隻不休 太衰了吧 哇 這邊黑石打出了 聚聚 這個剛好 那個家裡出來一隻不休者 不然剛黑石應該是會繼續打下去 對 太可惜了 剛好兩追一隻不休出來 頂你四追 雖然那隻不休 如果沒在那邊的話 我覺得黑石這把也 畢竟我是追獵 跟NICE的那個主力比起來 那個拆加速度大概是差了三倍吧 沒錯 絕對換不贏 哇 好可惜喔 不過 我們NICE現在 果然雄氣了 你知道嗎 自從拿了這個 之前拿了這個 這個稱號 世界前三批 他現在已經有點銳不可擋了 我發現 是世界第二批 也是啦 他這邊2比0 擊敗了HES 晉級到了勝部 那我們接下來要轉播呢 是郭舊宇要對戰換機 贏得要上去跟NICE來對打 那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吧 精彩比賽 不要走他馬上回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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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90元 馬馬馬馬馬馬和人